接着是我们的独家报道 在台中有民众到了阿里山来赏樱花 却意外发现了有一只小狗狗好可怜 被捕受夹夹伤了脚鲜血直流 这好心民众赶快上网 请求大家来帮帮忙 果真就有网友发挥了爱心 冲上山找到了这只奄奄一袭的狗狗 刚刚逢阿里山救下来大白 正准备帮他检查伤势 他居然从铁笼里跑出来 大白一下子就跳上安全岛 根本不管来往的车辆 救狗民众也跟着他在大马路上狂奔 大白驳着左脚跑的速度相当快 好心民众跟他赛跑500公尺 终于把他救回来 其实瘦弱大白是民众在网路上po文 因为在阿里山赏英区看见他瘦的皮包骨 而且更重要的是 左脚有一个被捕受夹夹伤 上头布满铁丝的伤口 陷阱的那种抓山猪 不然就是抓一般的那个动物 不救他 他有可能可能会死掉 好心的网友看不下去 因此从台中出发 花费13个小时到阿里山救狗 也在废弃公僚发现到大白 只是辛苦把他救回来 却在检查伤势的这一刻被他逃脱 只能说这救狗任务 真的是曲折不断 记者张春风台中报道 在废弃公团中报道